胃 胃了他会分泌胃液 胃液是谁分泌的 我们刚刚说到整个组织构造当中 黏膜层最重要 黏膜层最重要 所以我们胃的胃黏膜含有胃腺 好 胃黏膜有胃腺分泌胃液 胃黏膜的上肥细胞也吸收一些物质 胃也吸收 水分啊 药物啊 酒精啊等等 好 那我们先从过去学过的讲起 胃 在胃黏膜有胃腺 胃腺分泌胃液 胃液有什么成分呢 有胃酸 胃酸是盐酸 酸度很高 所以胃酸可以高达pH12 胃中很酸的 另外胃炎分泌 胃蛋白酶 国附都学过了 但是他一开始分泌的并不是胃蛋白酶 而是胃蛋白酶 语言多个原字 一开始分泌时是没有活性的 各位要了解为什么 如果一开始你制造这个酵素就有活性 它在一开始就把你的内脂肪分解掉 高低次体分解掉 蛋白质都分解掉了 你细胞就被它分解 所以你分解这些分解蛋白质的酵素要谨慎 因为它会伤害 它会分解食物 也会分解你 所以一开始产生的时候它是没有活性的 所以分泌到胃腔中它叫胃蛋白酶原 直到它身体上某个构造被切断 一切断就活化成胃蛋白酶 就像保险拔掉 它就活化了 变成攻击性很强的胃蛋白酶 除了胃酸跟胃蛋白酶之外 还分泌大量黏液 因为黏液保护你的胃壁 不要被胃酸跟胃蛋白酶腐蚀 另外 接下来这个是重点了 我们的胃液当中有一群 它属于糖蛋白 它叫内栽因子 内栽因子属于糖蛋白 它的功能是这样 假设我画个诗意图 这是内栽因子 它会跟食物中的B12结合 维生素B12结合 结合之后就形成内栽因子维生素B12复合体 复合体 这个复合体到了小肠 会被小肠上皮细胞 通过瘦体媒介包吞 把它吃进来 也就是说 你今天食物中有B12 你是没办法吸收的 你做内栽因子也是浪费的 必须是你胃分泌内栽因子结合B12 这个复合体被瘦体抓住 透过瘦体媒介包吞吃进来 你才获得维生素B12 因此 有很多人明明食物中还有丰富的B12 你还是因为缺乏B12而营养不良 医生就会怀疑 你吃这么多B12 为什么还是缺呢 你的胃出问题了 是胃病 你的胃生病 内栽因子不够 所以没办法吸收 可能要用注射的了 因为你身体都没办法吸收 以上是胃液的成分 胃液中有胃酸 胃蛋白酶 黏液 内栽因子帮助B12的吸收 我们往下走 胃液的功能 我们先讲功能 胃有很多功能 这边有个液 先不要写 这边应该是胃的功能 胃是个带子 它可以储存食物 然后胃分泌胃液 同时可以做分解运动来做混合 让食物跟胃液做混合 而且胃酸很酸 胃酸会杀死大部分的胃生物 很酸嘛 几乎胃生物都不能生存了 另外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它会有次序的收缩 也就是会定时定量的 把酸性10米推到小肠里面 收缩推到小肠 不说就不推 来控制10米进入小肠的速度 它会控制速度的 好 你发现没有 这边叫酸性10米 哦 刚刚离开口腔的时候 叫10团 比较大团 在胃呢 会经由胃液 跟搅拌 跟初步分解 会形成10米状 10米就是半舟状 就是组成的舟的样子 各位知道10米的样子了吗 你们看过呕吐物吗 呕吐物就是10米 因为靠近好酸的臭味 因为它酸 所以叫酸性10米 好了 所以米就是粥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们不是有经过一句话 何不食肉米 那个米就是粥吧 所以这句话是不是说 为什么不吃瘦肉粥呢 对不对 是不是我没有翻译错 因为古人的词中 有些字可能只是发音无异 我怕这个米也是发语词无异 风潇潇 溪 溢 溢 溢 水 寒 壮 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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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石肉米的米应该是粥的意思吧 好 那我们就把它的功能讲完 那因为它有很多胃酸跟胃在慢慢 内壁一直被分解 一直被分解 所以胃壁细胞很快就死掉 就要更新 大概每三天要更新一次 好 那胃在食物中停留时间 大概2到5小时 好 以上我们把以前学过的胃液的成分 胃的功能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全力阻打它的调控 好 我现在要把上面的文字插掉了 调控分两大类 一样有神经 一样有内分泌激素 两个都有 一样神经分为副胶感神经跟胶感神经 好 胶感神经先讲 直接抑制胃的蠕动和胃的分泌 因为胶感神经是fight or fly 消化到要被抑制 我要打架 我要逃亡 消化系统先不要有血液也不要有作用 好 所以胶感神经重要的时候 胃液不分泌 胃也不蠕动 好 那这跟我们生活中哪些疾病有关呢 你一紧张 为什么容易得胃溃痒 因为你紧张的时候 你的胃液 分泌变少 那各位说 胃酸也变少啊 胃蛋白酶也变少啊 为什么我还是胃溃痒呢 因为你免疫也变少啊 好 那为什么免疫变少 其实都变少啦 为什么还是受到伤害 大家 胃酸少一半 它还是酸啊 还是腐蚀你 胃蛋白酶少一半 它还是可以腐蚀分解细胞的成分啊 但是免疫少一半 保护效果就没了 所以大家 所以为什么你紧张的时候 胃液分泌变少 你还是会胃溃痒 因为你被分解 被破坏 被伤害 因为胃液变少了 好 我们大概先说到这 事实上胃溃痒还有重要的病因 因为被感染 我们之后会补充 好 以上这是胶感神经的作用 抑制胃的蠕动跟胃的分泌 好 接下来副胶感神经当然反过来 Rest and Digest 它促进胃的蠕动跟胃的分泌 好啦 我们刚刚讲那个拓现的时候 拓现的褐胶感神经是 炎面神经跟舌炎神经 那我们的胃呢 叫弥走神经 它太重要了 让我让它放光嘛 因为从胃以后 胃啊 肝啊 胰啊 小肠啊 大肠啊 全部受弥走神经控制 弥走神经也是少数的神经 我们在高一可能有提过的 它是最大的褐胶感神经 它控制几乎你全部的内脏 几乎你全部的内脏都是它控制的 好啦 所以就拓现是 颜面跟舌炎神经控制 其他的消化线都是迷走神经控制的 好 神经讲完了 神经最单纯 就是交感神经抑制消化系统 副交感神经促进消化系统 包含促进蠕动 促进分泌消化液 好 神经讲完 接下来讲的是内分泌激素 我们的控制胃的内分泌叫做胃秘素 胃秘素公开的名字就知道 刺激胃分泌胃液的激素 刺激胃分泌的激素叫胃秘素 它会刺激胃液的分泌 也会刺激胃的蠕动 胃在蠕动 同时胃腺分泌胃液 好 那这是胃秘素 我先听一下 我们之后会陆续提到不同的激素 各位在学激素的时候 请依照我接下来教各位的 五个步骤来理解它 什么叫五个步骤呢 所有的激素都有以下这样的 五个要项或是五个步骤 听好了 什么因子 刺激什么细胞 分泌什么激素 这个激素中在谁身上 产生什么效应 五个 好 我再念一遍 什么因子 一 刺激什么细胞 二 分泌什么酵素 那是什么激素 三 作用在哪个目标细胞 四 产生什么生理效应 五 一二三四五 好 上三打老虎 我们就由胃秘素 这是我们消化道遇到的第一个激素 我们来练习一下 来咯 好 写一下 首先写一下名字 黏膜细胞 黏膜 胃也有胃黏膜嘛 好 小分子蛋白 一 刺激胃黏膜细胞 二 分泌胃蜜素 三 胃蜜素 胃蜜素呢作用在胃 四 引发胃的分泌跟胃的蠕动 五 一二三四五 全都有了 好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 胃蜜素的作用极致 你的胃里面只要出现小分子蛋白 就是大分子蛋白 被切割成小分子蛋白 就是多态类 小分子蛋白多态类 一 刺激胃黏膜 二 分泌胃蜜素 三 胃蜜素 经由血液循环 最终在胃本身 包含胃的平滑肌 跟胃的黏膜 好 四 胃的平滑肌 胃的黏膜 四 让胃的平滑肌收缩 产生乳动 还有让胃腺分泌胃液 噢 它的效应出现了 好 所以你看胃黏膜分泌 胃蜜素 让胃黏膜分泌胃液 同时让胃的平滑肌收缩 好 这讲完之后呢 你们有没有一个纳闷 最近有有效的同学 在我的提问平台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胃黏膜分泌胃蜜素 为什么不直接装在隔壁的胃黏膜 让它产生胃液 为什么课本或考试都会说 胃黏膜分泌胃蜜素 经由血液循环 最后又作用在胃本身 那不是胃自己分泌的吗 胃不能分泌给自己吗 为什么要经由血液循环呢 好 我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胃蜜素被叫做激素 既然提到激素 我们也复习一下 各位高一的时候 对激素给了什么定义 什么叫激素 它的定义只有三个要项 第一 特定的细胞分泌的 不是谁都能分泌 特定细胞分泌的物质 二 经血液循环预疏 三 作用在特定的目标细胞上 特定的目标细胞有它的受体 所以激素的作用有专一性的 它有受体的细胞才能反应 好 特定细胞分泌 经由血液循环运素 作用在特定的目标细胞上 而胃密素是激素 因为它透过血液循环 有特定的细胞 粘膜的内分泌细胞 经由血液循环 作用在胃的平滑肌跟胃腺 所以它符合激素的定义 所以胃密素是激素 它经由血液循环的 以上是神经控制讲完 内分泌激素 我们就以胃密素为例 可是请注意 控制胃的乳动跟分泌 不是只有胃密素这个激素 等一下还会出现别的激素 那我们等小长再讲 所以先初步介绍 第一个激素 胃密素 由胃小分子蛋白 刺激胃黏膜 分泌而胃密素 经由血液循环 作用在胃的平滑肌跟胃腺 刺激胃腺分泌胃液 刺激平滑肌蠕动 好 以上是作用其次 接下来讲 为什么要这样子 你看哦 它为什么要侦测小分子蛋白 如果你的胃里面出现小分子蛋白 代表胃中有蛋白质 而且已经被初步分解 胃中有蛋白质 而且已经初步分解 代表客人已经来了 所以当然就要发出讯号 来哦 迎接我们的贵客咯 这些招待的人就要跑出来 刺激招待的人出来 而这些招待的人出来之后 就开始分解他们的宾客 因为这些招待的人就是 胃蛋白质 以上是胃的一个调控 给大家看一下胃的结构 右上角这是胃 这是胃的死道 这弯弯的是胃 好大 这是食而止肠 这是小肠的一部分 那我们看类似镜 你的胃黏膜是红红的 因为冲血 但如果你今天在运动或在上课 你的消耗道没有血 它就不会这么红 就不会这么红 好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 这一点 胃蛋白霉圆 到底是如何活化成胃蛋白霉的 这个我要跟大家说说 好 那怎么说呢 一开始你的胃液分泌 一大堆胃蛋白霉 它们都没有活性 然后胃酸本身 可以让你被切掉 就是很酸很酸很酸 啪 你就被切断了 你就活化了 但这个反应很慢 因为酸的刺激 让你被分解而活化 很慢的 因为它不是消毒垂化 好 所以就很慢很慢 所以我们就以各位 你们全班同学为例 现在在这个教室中的每一个人 你们都是胃蛋白霉圆 都没有活性 都没有活性 突然间胃酸也分泌了 就胃酸把我不小心把我的手切掉 我的手断了 被胃酸腐蚀切断了 切断之后呢 我就活化成胃蛋白霉 我是胃蛋白霉 胃蛋白霉分解蛋白质 你们都是蛋白质 我就最近靠近 我就把你的手切断 咬在你的手 全班之后我们两个没有手 我们两个活化 我再咬它 你就咬它 一变二 二变四 很快全班都活化 变成全部都活化的胃蛋白霉 开始剧烈的分解食物的蛋白质 所以不活化则已 一活化会连锁效应 大家马上活化 好 这样的比喻可以聊谁 另外一个比喻就比较戏剧化了 大家 大家都是人类在这边安居乐业 我今天只是把手靠在窗户上 哎呀 被咬了 好痛哦 有咬人咬我 不太对劲 我咬它 它也开始变化 变成商品 商品一变二 二变四 全班的全班都变商品 开始咬对方 那我们全班都变商品 那我们还可以咬谁呢 咬进来的蛋白质 对不对 因为 各位假设有发现一件事 其实有班有人问我一个好问题 如果大家都活化了 我们都是蛋白质 为什么我们不会互咬对方 内耗 我吃了你 你吃了我 然后到时候胃中 完全没有胃蛋白煤 好问题耶 各位 商品就是僵尸 上司 上司 不会咬上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演化上有设计好 我们胃蛋白煤 会攻击蛋白质的某些结构 而我们胃蛋白煤本身 那个结构躲起来了 让你咬不到 所以胃蛋白煤没有办法分解胃蛋白煤 那怎么办 谁分解 不要急 当你被排到了小肠 我们不是会注入移义吗 移义不是有移蛋白煤 移蛋白煤就可以分解掉胃蛋白煤了 因为它是不同的蛋白质 换句话说 当你们变成上司 商品 谁可以治你 吸血鬼 那谁治吸血鬼 狼人 大概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你这边的酵素 这边不能分解自己 到下个器官就有别的酵素 可以分解你 就是这样子吧 以上是胃的 相关的功能 跟它的调控 包含神经跟内分泌的描述